知乎哲夜的朋友们 今天是2023年8月30号 我们继续来聊美股 首先我们看几则重要的宏观资讯 第一则木头吉的最新访谈 方舟的创始人凯西伍德 在最新的访谈中 谈到了英伟达和人工智能 他说人工智能的交易仍然很好 而且将比人们想象的 更快的扩展到大多数公司 当被危急现在投资人工智能的股票 是否太晚时 木头吉回答说一点都不晚 他认为任何拥有专业数据 和专业知识的公司 都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提高静止力 并逆举了推漏的例子 那木头吉还谈到了 专门从事机器者过程自动化的公司 UiPath 他认为UiPath 在利用人工智能优化业务工作流程方面 具有巨大潜力 可以将全球知识工作者的开支 削减多达百分之五十 那这个是木头吉提到的两只股票 我这个图做出来 大家就可以看到 木头吉个人是特别喜欢买这种垂碎高点 最好能下跌百分之九十 甚至百分之九十九的股票 喜欢超这种底 那木头吉有个不好的习惯 就是买了自己建仓了之后 就会不停的吹这个公司怎么怎么好 但是他作为少数的 在华尔街的女性中 愿意曝光在聚光灯下的 我们还是要给予支持 木头吉本次访谈 传递的信息非常明确 不仅仅是投资人工智能股票 而且要认识到 人工智能如何改变现有公司的价值主张 那就是大家要看长远一点 这是他传递的信息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美国的就业市场意外降温 美国的劳工部周二的报告显示呢 美国7月份的指挥空缺跌幅 超过了预期 来到了两年多的最低点 意味着劳动力市场变得更为均衡 有助于抑制通胀上行压力 那GOLTS的报告呢 是美国财长耶伦 非常看动的劳动指标之一 该指标呢 也是美联储高度关注的劳动力市场数据 那最新的数据呢 终于如了美联储的愿望 劳动力需求正在放缓 此前多次创纪录的指挥空缺 是美联储持续音派加息的重要推动力 这个图表可以看到 劳动力的指挥空缺已经开始掉头向下了 指挥空缺数的减少 加上劳动力参与度的提高 使得美国劳动力市场更加均衡 有助于抑制工资增长 抗击通胀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究竟呢 一些经济学家质疑 GOLTS统计数据的可靠性 因为当前该调查的回复率很低 截至去年回复比例已经降到了 31%左右 只有去年三年前的一半 这个是美国的一个宏观数据 就于市场降温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 紧急经济学家 开始说股票太贵了 那这个呢 大家不要太在乎 毕竟如果经济学家 能看对股票的话 每个经济学家都是意外富翁了 本月股神巴菲特和大空头的原型 麦克伯瑞 纷纷看空市场 这一悲观信息震动了金融市场 自身的经济学家 前美国总统尼根的顾问 斯蒂夫汉克呢 解图这一事件 说巴菲特和大空头 可能正在为接下来的麻烦 做准备 汉克说呢 巴菲特二季度的举措 符合经济衰退的预期 以及目前股价偏规的事实 他说呢 相对于债务 股票看起来过于昂贵 预计2024年上半年 美国经济将陷入衰退 好 这是一个宏观资讯 那经济衰退 不一定和股票的走势 成正相关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最近镇进币圈的一条消息 法院为比特币现户的ETF 扫清了障碍 美国的上述法院 推翻了SEC的一个 那个 否决 认为SEC的决策过于五大 没有解释为何 之前批准了 类似的比特币期货ETF 而拒绝了这个 那美国法院的判决 意味着 必须而欠户万换的 比特币现货ETF 有可能要问世了 比特币及相关概念股 权限大涨 那在美股早盘的时候呢 比特币交易迅速 从2.6万美元 跳涨到2.7万美元 那五盘呢 更是一度突破2.8亿万美元 创下了8月17号 也来的盘中心高 对比呢 日内的ZD位2200美元 已经涨了9% 那接下来呢 我们对美股的三大指数 进行一个复盘 周二呢 美股的 由于美国指挥空缺 和消费者信息数据 已经下滑 意味着美联储加息的压力减轻 美债收益率 胆线跳水 美股低开高走 年涨三天 好 这个是美股三大走势的 一个分时图 那从分时图呢 可以看到 多头一直在发腻 空头是没有还手的余地的 除了这个道琼斯指数 那这边可以看到 空头是来了一波 但是很快就放弃了 道琼斯指数和罗素小盘 创下了两周的新高 拉斯达克指数和 标普500 创下了三周的新高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美股三大指数的 一个风险点位 首先我们看一下 道琼斯指数 道琼斯指数呢 我的观点 虽然是涨了有三天了 但我的观点 依然不是保持不变 目前它的胆线和长线 均处于一个 空头主导的一个地位 那如果呢 后期呢 它继续这样上涨 那只要没有涨破 这个最高点 就有可能会持 因为一个日线级别的 第二类卖点 如果它继续涨的话 那如果没涨的话 那依然是一个空头的 这个是道琼斯指数 那标普败指数呢 这边的话 我们先看一下胆线 胆线呢 就是30分钟的一个走势图 好 这边胆线呢 我在昨天的视频里 更新的一个点位 就是4458点 那如果它胆线 可以突破这个458点 就代表那个多头 已经拿回了这个 标普500指数的 一个胆线主导权 当然拿回了这个 主导权之后 依然面临着一个 第二类卖点的风险 好 那第二类卖点呢 就是说 它如果这波反弹 如果没办法突破 这个这个4600年期的 一个新高 那就会可能会产生 一个第二类卖点 这个是有可能的 当然了 它如果去新高了 那我个人会全面的 转向一个多头 这个是标普500指数 更新一下 目前的话 总体来看就是 多头拿下了这个 标普500的 胆线的一个主导权 但是长线的主导权 默然依然是在 空头的省中 随之会有可能 这样 这样跌下来 那大家又有一个警示 那接下来 我们看一下 拉斯达克 拉斯达克呢 走势和这个 标普500指数 走势是一样的 我们首先看这个胆线 因为多头呢 在昨天已经正式 突破了这个 昨天突破了这个 13834点之后 就正式确认 多头已经夺回了 这个胆线的一个 主导权 好那这个我们看一下 日线图 那日线图呢 它多头 躲回了这个 胆线的主导权之后 那就要真实的 面临一个风险呢 也就是一个 第二类卖点 那这边呢 如果它没有 升破这个 14446点 就有可能是 一个第二类的卖点 这个是拉斯达克 指数 那我个人呢 目前依然是在 有少不空仓位 是在这个 空头的一个车上 那如果它 我的直升点 依然是保持不变的 那如果它 能突破这个 前高 14446点 我会平掉我的空仓 但是如果它 没办法突破这个点 那可能会有一波 比较猛烈的下跌 好这个是两种可能 那大家呢 也要做好应对 或者是心里 会有一个预期 好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个股 首先我们看一下 丰田 丰田呢 暂停了所有的 日本工厂生产 那昨天呢 我看到的是 还有只暂停了 大概10家吧 还有几家没有暂停 那今天呢 更新的最新消息是 由于发生 计算机的系统故障 丰田在日本的 全部17家车辆 组装工厂 全部都停工 何时复工没办法缺电 那停工的设计 14家工厂 28条生产线 丰田方面 没有说明受影响的车型 根据媒体的统计呢 这些受影响的产能 估计占丰田全球 总产量的三分之一 是非常多的 故障的原因 仍在调查 丰田初步判断 应该不是由 网络攻击引起的 因为去年3月呢 丰田旗下的工厂 一度因日本的供应商 收到网络攻击而关闭 另外呢 由于最近的 这个日本的 那个phishing 所以就 目前的话 是排除了这个网络攻击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 丰田的一个股价走势 好 丰田的时候 我记得有一期视频 是聊过了 那这边呢 我画的这个 紫色的箭头 这个紫色的箭头 这里是针对下面的 这个中枢的一个 第三内买点 好 那第三内买点之后 就这样标起来了 标起来之后 目前又在这边 又一个回调 然后又一个上涨 那目前的走势 就非常新奇了 他就在这边 又重新要做一个中枢 那如果它突破175这个新高 那就代表这个中枢 成功那如果没突破 那就有可能会有一个回调 这个是丰田的 目前的一个股价走势 那胆线的一个风险点位 那就是关注这个点 这只是一个风险点位 并不代表就是要 就是要清仓或者是要怎么样的 只是关注这个点可以适当的 如果是做多的 可以适当的减下仓 这个是丰田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中概股 中概股昨天是飙涨了 我们可能是在拼多多的带动下 那拼多多呢 发布了一个非常漂亮的Q2财报 8月29号 拼多多发布了2023年的财报 表现远超市场预期 季度的收入达到了523亿元 超市场预期的432亿元 同比增速666.3% 是中概股的中增速最快的 那季度利润呢 127亿同比增速46.2% 现以利润率呢 来到了24.3% 虽然不是历史最高 但考虑到多多买菜 一直在投入 那个TMU在全球市场 工程掠地 这个数据表现 可以说是非常漂亮的 佣金输入达到了143.5亿元 同比增速呢 13.8% 远超广告业务的增速 那从这些数据来看 拼多多主战的根基 已经非常稳定了 那淘宝进冬 都没办法干掉它了 那接下来 我们看一下拼多多的一个 股价走势 好 拼多多呢 在之前聊到过 那我给的一个点位是 如果它能突破这个106.38 它可能会开启过上涨 目前的话还差一点点 那它的走势呢 我要再来重新分析一下 好 那目前呢 从这个23.2 那就这样一路上涨 好 在这边盘了一个中枢之后 然后开始一个突破 那突破了之后呢 这个 这个地方呢 是针对下面的这个中枢的一个第三类买点 然后这边下跌 然后跌破这个中枢之后就要走掉 那目前呢 又重新上涨 重新盘了一个中枢 目前看来 带着这个小中枢上涨 那我们就看它能不能突破这个最高点就可以了 好 这个视频多多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苹果 观众期待的iPhone15 两周后就要迎来首秀了 8月29号 苹果向媒体发出了邀请 将于9月12号下午1点 开始在加州举办主题为这个的发布会直播 预计苹果将在会上发布iPhone15系列和新款的苹果手表 市场研究公司呢 此前发布报告称苹果15系列有望帮助苹果首次拿下全球智能手机的销量冠军是非常看好的 那苹果呢 最近一直在聊 今天就不看了 前段的讲一下 是涨了 来到了184 那我给的这个风险点位已经被跌破了 但是呢 还是那句老话 大家就跟着巴菲特就可以了 巴菲特老爷子没有卖苹果的话 我们就没必要动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另外一支中概股 乐信到底了吗 周二呢 乐信的股价大幅拉升10% 在中概股表现里面也相当了眼 乐信股价不上涨 除了跟着中概股的大盘驱动外 主要受股质虚复 市场机体憧憬Q2业绩超预期的影响 数据显示呢 乐信Q2营收31亿元 同比增长17% 交易额639亿元 同比增长30% 管理再代余额1141亿元 同比增长32% 用户数来到了1.99亿 接近2亿 同比增长11.8% 截至目前呢 包括招营国际啊 得一支银行在内的13家 投行给予了乐信正向的评级 乐信呢 2013年8月在深圳成立 通过旗下的平台 打通线上和线下的超费全景 然后在2017年12月 顿路了拉斯达克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乐信的一个股价走势 好 乐信这边呢 那其实也跌了是非常多的 那就可能比较适合这个木头 木头姐来抄底 如果他喜欢买这个中概股的话 就这边从事我这样跌的天赋 我觉得这个股应该会 木头姐发现了 他应该会买的 好 那就不开玩笑了 我们继续来看 这边从这个1.2这边的一个上涨 那目前呢 出这个1.2这边的一个上涨 然后回调呢 是走了一个中枢 那这个回调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回调 很有可能是一个第二类买点 但是呢 目前的话是没有比较好的技术点的 那我们在这边 技术分析的话 那假如我们在这边 他跌破这里 跌破之后又重新涨个点 那是一个买点 然后呢 从这边又重新涨回这里 那就要至少要走掉一部分了 那目前呢 又在此呢 回到了这个中枢 但是他并没有跌破前低 所以如果是新建仓的 每必要线的急着性 我们看他能不能跌破前低 那如果不能这样跌破前面的这个低点的话 那就看他能不能在这边 再做一个更小的中枢 给个区间套 可以给我们上车 好 这个伸舍性 当然了 如果他还有种可能是 然而是这样 那直接就下来 那就更没有机会做多了 就是做技术分析呢 最主要的是把所有的情况 进行一个完全分类 然后制进好对应的策略 这样的话 技术分析才能真正的赚到钱 也就是说 要对市场进行完全分类 不管市场出现哪种走势 我们都有对应的一个策略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最后看一下这个花企 上调了ATT和VZ的一个评级 8月29号呢 花企发布了最新烟报 将美国运营商ATT和VZ的评级 上调至买入 或者是高风险的一个等级 那分析师说呢 一些担忧 打压了电信企业的人气和估值 包括竞争行业结构 更高的费率和领先优势 但花企认为 投资大型电信公司 根据建设性 五线竞争环境 正显示出稳定的积极迹效 有助于运营业绩 分析师说呢 更好的远期先进流 还将有助于降低 债务的杠杆 并支持派息 想到VZ的股价 创下了最近15年的一个新低 好 今天呢 就再次来聊一下 那VZ呢 目前这样看 那大家就很清楚了 它就是处于一个 大范围的一个下跌的一个趋势 那假如说我这样画一下 就是这样的一个 大范围的一个趋势 那我们就看这一段 看这个 从这个43的这一段 那43的这一段呢 这样下跌 下跌 下跌 那目前呢 它已经突破了 如果能突破这个高点 就代表从这一段的一个下跌 到这个31的一个下跌的基数 会开启一个上涨 那只是终结这一段的一个下跌 那一个小级别的一个上涨 会开启 当然了 大级别的上涨 都是要小级别的上涨 推动的 这个呢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如果 那因为它就算能确定的上涨 那直升点 我们放在哪里呢 假如说它在 它突破这里 那确定呢 有上涨 直升点放在哪里 直升点大概要在这边吧 至少在这个31吧 差不多有10个点的直升 这个是VZ 一个买点和一个直升点 当然了 如果它没办法突破这个新高 这个新高 那就没必要去做多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